今天很冷底找到兩個鐵盒仔 鐵盒仔裡面有很多淋淋滋滋的東西 所以跟大家集談,什麼都講些 第一個鐵盒仔就是寶鷹丹 已經生了瘦 這個鐵盒仔我猜是70年代到現在 70年代中到現在 就是有收藏價值的,這麼久的歷史 揭開這個盒子裡面有什麼呢? 首先想說這個鎖匙扣 這個鎖匙扣是非常有價值的 話說是1971還是1972年,我不太記得了 那時候就是我的祖母,我們叫做媽媽 大生日,不知70歲的大生日 一群的兒子和女兒 跟他在新都城酒樓北角 新都城酒樓那處是搞一個大生日 每一個嘉賓都有一個金色的鎖匙扣 好像一個壽套一樣 後面就是黑了那些兒子女的名字 所以非常有價值 對於我來說,個人來說 我都在雜價攤見過有這樣的鎖匙扣 它不是一對的壽套,只有一個的壽套 也是黑了很多兒子女的名字 我覺得很可惜,被人丟棄了 就放在雜價攤上賣 這個是我們自己燒家的,我就存起來了 好了,我淩淩淩淩也有 那盒裡面贏了一個Monitor 我是中學的時候做過班長的 挺威風的 Form 3 第一次做班長 然後 Form 4 也有做 當然要留下它,很有收藏價值 還有在讀中學的時候,我有參加過紅十字會少年團 其實對於制服來說,我一向都很有興趣 受到制服的誘惑 升上 Form 1 的時候,本來最想是夾同軍 Boy Scouts 但是同軍,聽說那套制服 還有用的東西,同軍棍、背囊 去露營那些傾丁的東西很貴 負擔不起 退而求其次 紅十字會也有 都是要穿制服,但便宜一點 還有不用說去露營那些東西 還有都很斯文 整個護士,整個急救人員 我玩Red Cross都玩了好幾年 有鏡章 還有這個特別是我們那家校的第七 第七組 紅十字會第七組 就是我們那家校 這裡另外有兩個章要介紹一下 這個好像一個鑽石型的 Angrys Debating Society 以前中三的時候都玩過英文辯論 都很久以前的事 還有在 Form 6 的時候 我參加過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 就是 Joint School Science Exhibition Joint School Science Exhibition 是聯校的,全港九 很多學校都有參與 就是在大會堂 有些科學展 很多學校做了模型 有些科學的示範展覽 其實我呢 就是 Arts班的 我不是 Science班的 因為認識了 Science班的朋友 同學 他們就叫我 喂,你幫忙吧 去Man Go Store 在大會堂的低座 展覽廳那裡 他們教我兩招 解釋一下 我還記得好像是 香港地下鐵的秋風系統 幾個厲害 不是我做的 那時候也沒有地下鐵 1978年左右 沒有地下鐵 正在建立 那我是人家做好模型 那我負責著講解 那樣 不過我都忘記了 好,還有一個呢 就是 Student Council 這個就是 我們那間學校 Riamondi College的學生會 好了,就找一下 這個補英單盒裡面 就有一本呢 就是這樣的東西 我都幾乎忘記了 這個島 就叫做千里達 為什麼會有千里達島 這些的電話 電話簿呢 大家看一下裡面 就是有一位女士 是寫給我的 To William 話說在中學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玩Pan Pal 即是北友 世界各地的 我第一個北友是西德 德國的 由挪威有成的 新加坡 這一位就是千里達 Twinita 千里達 他又會寄一些小禮物給我的 寄了這本的電話簿給我 我相信呢 1976年左右 到現在 你說多久歷史呢 嘩 更久歷史的呢 包括有這個 1975年 小弟的大會堂的圖書證 哈哈 1975年的2月17號 又是我當時住的地方 我的名字 還有電話 當時的電話 可以申請三張 這些圖書證 那時候呢 為什麼會申請圖書證 因為都想 增加自己的 學識 知識 我很喜歡知識 knowledge 這件事 那些叫通識 現在叫做 我喜歡什麼都知道些 但是沒有養精的 那就去大會堂圖書館 借些書來看一下 那就最好了 但是記憶所及 好像呢 都沒有什麼借書 好了 另外又找到這些 舊的信用卡 相信很多朋友們 家裡都有舊的信用卡 特別值得提的 就是這一張 就是我這一生人 第一張的信用卡 American Express 1985年 第一張 真的有一點點故事 我在澳洲留學的時候 就做過 part time waiter 有一天晚上 不知道是1979年 還是1980年 有個西人說要賣單 他問我 Do you take American Express? 我英文有水皮 那時候 什麼Express? 什麼? 什麼叫American Express? 因為我那間小餐館 就不收信用卡 我不明白 Take American Express? 我就想起 當時有一部電影 叫做Midnight Express 午夜快車 一部電影 我看過那部電影 那什麼意思呢? 他就問我是不是 坐列車嗎? 坐快車嗎? 不明白的 完全搭不到他 後來 那些同事才跟我說 他說 American Express 是一種的信用卡 我就有一個概念 我翌日要用一張這樣的信用卡 所以我這一生人出來做事 第一張申請的就是 這張的 American Express 還有是 匯豐銀行的信用卡 那時候 那些信用卡 你如果 舊的 它不會給你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跟你剪個角 剪了角就沒有什麼收藏價值 我想說說這一張 就是 一間已經收拾了一粒 的 航公司 叫做Anset Anset Australia 這間的航公司 就在2000幾年 那時候 就因為財政的問題 收拾了 那時候我們是他們的會員 儲了飛行理數 所以就有收藏價值 另外就好幾張的信用卡 拿出來給大家看 算了 好 另一個盒 就很別致很可愛 好像 一盒月餅那樣 奇華餅家 這些就不是舊東西來的 是新的 可能十多年前 你看 還有barcode 十多年前 就出的一些產品 那我就覺得 挺有趣 我都不計價它是不是很舊 總之就是 挺有趣 挺低色 我就儲起它 其實它沒有什麼歷史的價值 因為不是很久 裡面有一個這些 這個就是正路丸 送一支喇叭 喇叭排正路丸 那我就收藏了它 我的收藏都挺垃圾的 我喜歡就收藏 不喜歡就當是垃圾 Trasher 或trash 是一線之隔 你喜歡的就是trash 你不喜歡的 沒有辦法換起你的童年回憶 trash 垃圾 這本全世界最小的字典 今時今日 我相信 我們都不需要字典 是吧 有手機 Google 一會兒 就已經可以找到你的資料 但是我們讀書的時代 是有字典的 我記得 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拿了一本 很小但很厚的字典給我 小學 其實我已經帶了那本字典 回校用 當然 這些字典夠用的 小學 後來那本就不見了 十多二十年前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又有 somehow 就拿到這本 Little Webster 韋氏字典 韋氏大字典 不過就很細本 Dictionary 或者Encyclopedia 這些東西 是會被淘汰的 大家上網就已經是 知道你要的資料 很方便 Anyway 今天就趕快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細細健的收藏 多謝各位 多謝收看威廉夜欄 請Subscribe這個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的影片 也都歡迎大家 在留言 一起懷舊分享 請大家 谢谢大家